印度的商業重鎮孟買 十三號是突然遭遇到狂風暴雨 還有沙塵暴的侵襲 導致市區有一塊巨型燈看板 是不堪負荷 整片都倒塌了下來 壓垮了房屋和汽車 目前已知至少是有十四人死亡 七十多人受傷 還傳出有幾十人受困 警察和救難隊依然在搶救當中 印度孟買東部加油站旁的巨型看板 在當地時間十三號下午突然倒塌 這塊廣告看板長約七十公尺 寬約五十公尺 因承受不了當地的狂風暴雨 和沙塵暴的侵襲 不斷搖晃壓垮下方的樹洞房屋 並劃破多輛汽車的車頂 造成數十人被困在看板下方 大批警銷和國家救難隊前往救援 他們出動了挖土機 切割機等工具 破壞看板鐵架 要救出受困民眾 孟買的雨季通常在六月到九月 是印度最容易發生嚴重洪水和降雨災害的城市之一 但五月十三號的狂風豪雨 造成多株路數被連根拔起 路空交通都受到影響 除了火車系統大亂之外 孟買市機場航班還一度停飛 至少數架航班被迫改到 這次倒塌的廣告刊板 是當地最大的刊板 意外發生後 當地官員前往勘察 發現這塊刊板 還沒有取得市政機構的許可證 屬於非法建物 並且下令要檢查當地所有的廣告 刊板結構 公視新聞 沈璐沛編譯